那為何珊瑚伯偉當時 他自己怎會知道他是一個楊貴妃的後人 最重要是一個日本人 尤其是當年那個年代 你說的這些是很敏感的 我是你一個中國的時代 不是戰後 也只是一個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人 你夠膽夠僵在那個年代說 我是你們國家歷史的後人 主要是中國人就不必介意 但日本人很介意 日本也很介意 你夠不夠僵說你自己日本人 是三千同男同女的客人 反而這個就要這樣提一提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是對的 但是當山口八衛記者會說完之後 其實是他的家鄉 異口同聲都說 我們跟楊貴妃有關係 整個家鄉 就是差不多所有的村民 就是家鄉的意思是大陸那邊的家鄉 不是 日本 山口縣 因為山口八衛的家鄉 他在日本的鄉下就是山口縣的九津 跟山口祖沒有關係嗎 這個我不知道 但有時候家鄉的人會知道自己跟楊貴妃有關係 因為很特別的就是 山口縣九津如果你有去過旅行 你有去過這個地方旅行 你會發現到很多楊貴妃的石像 甚至有楊貴妃的廟 他供奉楊貴妃的 他們全部的村民都認為我們就是楊貴妃的後台 楊貴妃你也知道 他是唐元宗的女兒 他幾權傾朝的那些人不說 相信大家都知道 到後期 為何又會跟三八衛有關 其實是跟楊貴妃之死有關 楊貴妃大家都知道 是因為唐元宗搞到有安市之亂 唐元宗要走爛 走到一個馬衛波的地方 當時所有士兵就把功 就說你不殺了楊貴妃 和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 楊國忠 我們就兵變 有得你被安樂山堆壞就算了 正史就交代唐元宗忍痛 就叫他自慢 即是吊頸 但其實原來當三航八衛說完這件事 中國就派這個考察隊去做這件事 考證過 真的有可能楊貴妃是東道去了日本 即是說他沒有殺到他 放他走 因為原來也有記載過 當時處刑的有兩個人 一個是很熟悉的 唐元宗身邊的另一條高力士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將軍 那個將軍原來說 高力士和那個將軍 首先高力士因為楊貴妃很疼他 所以高力士也不想楊貴妃死 也不奇怪了 而那個將軍就因為楊貴妃實在太漂亮了 那個將軍也不想殺死他 原來有一段野史記載過 就是當時是找了一個侍女頂替 即是找了楊貴妃 即是吊包 吊包 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 在那個年代我哪有證明性呢 然後他們就安排救了楊貴妃 之後又怎樣呢 你救了你不會讓士兵見到的 那麼柳夜就把楊貴妃找了出去 就找了一個他們雙熟的朋友 因為你也知道 當時唐朝中西文化和中日文化 很多交流 那麼日本會派一些劉學生過來 那麼就說 不如你著草過日本吧 對 就找了一個他們雙熟的朋友 就是日本來中土的遣唐士 我知道那個是誰 那個應該是近藍珍宴 那個雙熟的 那麼厲害 但是他過去了 近藍珍宴的做人 不是的,不同年代都說了中心齡賽 大哥,只是開玩笑而已 總之帶了一個日本 其實也挺大的 因為當時的水路 日本也是很無意的一件事 因為他有一個記載 就是這樣說高利時… 唐元宗就說 他們有些人說要殺他 高利時就說 貴妃成無罪 言將是以殺國中 即楊國中 而貴妃在殿下左右 喜錦治安 怨殿下審時節 將是安則,殿下安逸 對,即是… 我的意思是… 他也沒有罪,關鬼事 可能會把他調包給他走 他們肯定是有罪的 不過有人包庇他 高利時和將軍 將軍應該不敢殺他 因為高利時很大 高利時說不殺他 你的將軍也不敢說話 對嗎 對 總之調包就先救了他 大哥,起碼留下這個人 有勢力,不知何時有用 都是政治考慮 還有這些是自己審查自己 知事通鑑說 其實他在唐玄聰找 另外一個將軍叫陳元麗 去驗屍 他說甚麼就甚麼 驗屍是甚麼 是他,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有人懷疑 你見過楊貴妃嗎 你何時見過楊貴妃 有多少人上朝見過楊貴妃 沒有甚麼人見到 即是他離開了 即是安排他離開了 安排他跟著遣唐市 就去日本 去日本 他在日本繼續生繁殖 因為跟日本人繁殖 但他有說他是否做了女道士 即是扮演還是怎樣 即是說他… 這是其中一個我聽過 但你也知道日本… 首先第一,日本的僧侶 不像中國那些 中國那些說不能結婚 但日本的僧侶 是可以在佛寺裡結婚的 對 所以有個分別 但剛才艾力力也提過 因為楊貴妃是女人 沒有理由後代跟女性 是的 這個很奇怪 當然那隊考察隊繼續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山口八卉跟楊貴妃有關係 但可能又像剛才朱角梓棋 其實可能是同一個宗族 是的 同一個宗族 朱角梓棋應該連同一個宗族也不是 因為原來真的考證了山口八卉 真的是中國人的後代 誰知道的 這件事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要看 研究DNA 我想要是研究DNA 要是真的要根據朱仙或族譜 這是真的 證實了 連日本那方面都已經是… 即他甚至… 認祖貴宗是真的認回 為甚麼呢 就是他們考察到原來在明朝的時候 有一個姓楊 他真的是楊貴妃有關係的人 他叫楊明洲 又姓楊 真奇怪 楊跟楊貴妃有關係 他應該是那一族人 他沒理由是根據姓的 我覺得當是 楊明洲其實本身是祖籍浙江的 是 祖籍浙江的 他是一個商人 他是那些行船的商人 有一次他行船 然後經過風浪 即風浪打沉了船後 他就被漁民救回 誰知道那些漁民原來是琉球人 就將他接到琉球 因為他甚麼都沒有了 唯有琉球定居 琉球定居沒多久之後 他有兩個族系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長子 即他的長子 就… 犯顯了出來就是這個山口 就是山口族 山口族的狗 即是在狗瓶那裡繼續犯顯 所以於是 似乎山口伯胃就應該是這個人的後代 是的 想繼續收看本台的精彩節目 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按入購買計劃這個位置 就可以選購你心愛的節目 隨時看首播和重溫 快點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吧